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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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烤箱 电冰箱 微波炉 全是这种高耗能大功率的产品 所以如果它能够产生个电火花 可能结果就很危险了 你的意思是电气会引燃燃气 没准 没事我不知道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你负责电气 我负责燃气 出发 燃气爆炸的威力很大 破坏几下 防保护它 人员伤亡的事故屡见不鲜 这是墨西哥一家天然气公司 发生爆炸式的监控方面 爆炸的冲击波瞬间淹没了整个方面 仓皇奔跑的工作人员 也被气浪掀发在地 燃气爆炸事故 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 一旦燃气的浓度达到一定程度 遇到火花就会爆炸 正只因为这个原因 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 要在我们平时使用的燃气中 加入一种特殊的臭门 这样一旦燃气出现泄漏 第一时间就能及时发现 不过燃气泄漏所引发的事故 却还是实用发生 威胁着生命财产的安全 为了探究燃气泄漏的原因 马孝叔来到了北京燃气集团 好骄傲两位的 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天然气 大家都知道在家里面是一打火就着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这天然气 是从哪来的 或者说它怎么样传送到家里面去的 那我们是不是到那里 你们做一个介绍 那么在这里您看到的 就是咱们北京市 书气官网一张示意图 它所显生就是我们的 天然气的主办官网 天然气是从咱们的闪经管线 通过咱们的城市门站 来进到咱城市当中 这是一张北京市燃气官网分布图 天然气管线全部埋在地下 一旦出现泄漏该怎么办呢 是这样 我们的管线全部都埋在地下 全部都在地下 那么形成一张密集的一张官网 那么我们平时的员工 也是通过在地上的巡检 及时维护管道的安全 为了保证燃气安全 北京燃气集团在每个网点 都配备了24小时值班的人员和应急车辆 以确保燃气在输送过程中的安全 燃气通过管道送到家中 正常使用是安全的 那么燃气泄漏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如果在家中使用的时候成功 怎么样的保证安全呢 这个我虽然能够知道 你们给我们运输的非常安全 那我们用起来 肯定有很多误操作的地方 会导致它不安全 说是咱们所谓的这个不安全 是由于咱们 一 由于咱们学不大 第二 也可能会长期的 在家庭长期的一些 学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微漏 微漏 我们家就用天然气 那我们家会不会微漏 到你们家看一下 好 那咱们去我家看一下 那先谢谢关主任 多客气 谢谢了 我们去咱们家看看 好吧 来 全工 这个灶台就在门口 您说的那个管子的那个接缝处 你看 我这完全都看不出来 管子在哪 你们家那个整体橱柜吧 实际上把管子已经给包封住了 对 它的管应该是在下面 从下面这 对 在这 对 但是 你拿这个 是这样 就是那个 它比较漏气的部位在哪呢 就是管理管连接的部位 就是粘合的这个位置 对 燃气通过管网送到家里 都要通过燃气表 然后通过一根橡胶软管 与燃气灶相连 在长期使用中 往往会受到酸碱的侵蚀 加上管道连接处和橡胶本身的老化 难免会出现一些渗弱的现象 所以燃气提供的工作人员都会定期进行检查 并对老化的软管进行更换 那现在咱们解决的第一步 就是咱们看哪个地方容易漏气的问题 对 第二步就是一旦漏气 我想知道到底会有多大的威力 这个估计在我家做不太合理吧 也可以试一试 还是不要了吧 要不我们换一个场地 我们试一试 如果一旦天然气泄漏了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可以 可以吧 咱们找一点 走 燃气爆炸的威力 不但可以将室内变为一片狼藉 飞出的碎片 还可以危及路人 甚至震碎几十米外的玻璃 2013年7月24日 7点30分左右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糕点店 发生燃气泄漏 并引发爆炸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不仅震碎了附近店铺的玻璃 甚至还波及到几十米外的车辆 在监控录像上可以看到 当时两名店员发现 店内有燃气的味道 并迅速跑到店门口 拨打电话进行求助 店员的交集 以及店内的味道 引来了很多过往人群没关 不过 却没有一个人意识到 危险一触即发 因此 要想进行燃气爆炸的实验 就必须地找一块远离这群 四周没有高大建筑物的场地 陈工您看 这块地儿怎么样 比你们家大多了 对 实质比我们家大多了 这是200米宽 400米长的一个靶场 比较空旷 马下书找的这块爆炸实验场地 位于北京西郊 是北京军区的一个靶场 长400米 环200米 三面环山 四周没有高大的建筑 中间还有一条6米多宽的平台 正好可以作为爆炸实验的场地 但是这只解决了第一步 就是场地问题 这个安全问题 您还得给我们再强调一下 都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咱们说的比较严重一点 首先就是咱们把手机给关了 得关机是吗 关机 把手机关掉 第二个就是一旦咱们闻到异味的时候 咱们摄像机就不要再开关 赶快撤离危险地带 为什么不能开关呢 一开关的话有可能会产生电火化 你们可能看不到 但是肯定会有的 这你们俩可危险了 也就是说如果一旦闻到异味 就得把手机放下就好 扛着摄像机 扛着脑 这是不能关机 不能做关机的操作 对 好这是两个了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衣服 可能如果是化纤的话 可能会有经验 那我们俩这个衣服还是可以的 还可以 所以现场的工作人员不能穿化纤的衣服 对 如果是化纤的就赶紧更换 赶紧更换 这就可以了吗 可以了 难气爆炸 一旦引燃草皮或者是树木 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 维京市消防区石井山之类 派出了一辆消防车 一旦出现险型号 他们将第一时间继续处理 消防地员先进水箱 将爆炸实验场地交流电水 这不仅可以防止爆炸飞溅出来的火星引燃草皮 还可以增加空气的湿度 避免与燃气摩擦 产生静电砸火引爆燃气 天气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因为在实验进行中 如果风力过大 一旦飞溅出来的火星被风吹到远处 引燃草皮树木 后果将不堪设想 各位老师 把手机都交给我 电子产品在机通瞬间会产生火花 金属物品相互碰撞也会产生火花 为了避免实验过程中出现意外 麻教书将现场所有人员的手机 钥匙等电子产品 以及金属物品全都收集到了一起 放在距离爆炸实验现场 一百米以外的地方 离得远一点 燃气泄漏达到一定浓度 遇到火星就会发生爆炸 那么厨房里面有什么电气会引爆燃气呢 厨房里的电气有几种状态 一种是在燃气气冷后不会使用的 例如电热水壶 微波炉 这样的电气是不会引爆燃气的 一种是使用的 如冰箱 因为冰箱要制冷 就必须依靠封闭的管子里的制冷剂 不断地循环吸收冰箱里面的热量 然后压缩机将带着热量的冷却剂 压进散热器 达到制冷的效果 2010年9月14日 包图市一小区居民家中 发生燃气爆炸事故 所境没有人员伤亡 据燃气公司人员介绍 发生燃气揭露弹 是管道阀门与塑料导管的连接处 在使用时导管脱落 当室内燃气达到一定浓度时 冰箱引发了爆炸 因此 冰箱是本次实验的焦点 现在我来到了这个南山旧货市场 我来收集一些 一会儿实验所用的材料 去看了 为此宁愿特地来到了 北京西郊的一家二手市场 购买实验所需的电器 那你看看这个 哪个 这个 看一看这块 小点的是吧 对 这个比较小一点 这个 你说这个行 对 这个应该可以 感觉 够秀 可以 可以 可以哦 好的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宁愿将冰箱搬上车 除此之外 厨房里的电灯 有时也会忘记关闭 一旦燃气系统 一旦燃气系统 它会不会引爆燃气呢 为此宁愿又找到了一个专门卖小家电的柜台 不需要这种质量 不需要这种质量啊 什么这种超远的这种都不需要 需要那种过去那种电灯炮的 这种 这种带的灯炮 这个就挺好 有什么样的 这还行 行 就是这是一个 燃气系统之后 还有一种电器有可能会启动 就是门铃 因此 银元又买了 在遥控门铃进行实验 它会不会引爆燃气呢 那你就来一个这种 然后门铃 门铃行 门铃可以 这是无线的 这是无线的 就是 我比如说这是阻风器 然后这个相当遥控器 然后我带圆 然后一按 它就亮了 它又响了 行 那你拿着点吧 明远准备好了 实验所需要的东西 赶到了实验场地 来 先给你介绍一下 北京燃气集团的成功 你好 这是我搭造小宁 你好 这是 这是我准备的小电器 你就买了这么点东西 花了这么长时间 后面还有 还有 好大的一下子 冰箱的 就回来了 咱们得先去准备一下 你这两个小实验吧 准备一下 走 走 为了验证在燃气泽漏之后 亮着的灯泡 是否会引爆燃气 验证者要进行的第一个实验 就是将手电筒打开 放进一个密闭的空间 然后通入燃气进行实验 由于爆炸实验场地远离建筑物 周围没有燃气管道 天然气无法输送到实验场地 因此本次实验将使用液化石油器作为实验用器 我觉得现在咱们得分工合作了 我跟陈工去准备一下燃气 管子 还有仪表 那我做一个空间 密密的空间 然后一会儿往里面挂燃气进行爆炸实验 好 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个空间一定要够安全 我先去了 好 分工 走 陈工我们场地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都撒湿了 现在就是这个实验准备的过程 直接拿管子 把这个燃气通到这个盒子里就可以了吧 这可不行 这不行吗 不行 咱们一定要有一定的安全的措施 您的意思这个过程还不够安全 不够安全 远远不够安全 首先咱们这个煤气罐 得加一个减压阀 把燃气压力 降低 给降低 降低完了以后 我们还要经过这个阀门 阀门完了之后 还要经过一个阻火器 阻火器 对 这个阻火器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是防止这个火 从倒灌过来 在引燃这个 避难这个瓶子 或者发生什么危险 对 这套远距离送气系统 是由一个液化石油器罐提供燃气 减压阀安装在燃气罐的瓶口 它可以将钢瓶内液化石油器的压力降低 持续稳定地输送出来 然后是一个控制开关 它可以控制实验所用的气量 与控制开关相连的是一个流量表 这个流量表 每转一圈表示 有无声气体通过 最后 还有一个特殊的圆形组件 阻火器 在实验过程中 一旦发生爆炸 火焰有可能顺着管子窜回来 引爆燃气罐 安装阻火器的目的 就是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它里面有一种不满空气的特殊材料 在爆炸发生后 一旦火焰窜到这里 在通过许多细小通道之后 变成若干细小的火焰 与金属的接触面积增大 热量快速流失 熄灭灵火 有了它的保护 本次实验就有了安全的保证 最后 通过毒火器 连接一根50米长的管子 将燃气输送到爆炸实验场地 在进行接下来的实验之前 首先需要准备一个 微缩的厨房空间 在这儿呢 我事先在市场上收集了一些 这种废旧的油化框 然后对它进行个改造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油化框进行一个简单的拼接 已经成了一个空间的形状 然后我们现在就接下来 这个外面包裹的材料 这个包裹材料 我们都知道燃气 如果发生爆炸的话 会非常的危险 所以这个材料呢 我在这选择了这种 相对比较柔软的 透明薄膜材料 把它进行包裹 这样可以大大降低 这个燃气爆炸 对我们的人的伤害 那接下来 今天对它进行完善 为了降低燃气爆炸 对周围的人员威胁 明媛用这种透明的 有机玻璃 来制作封闭空间 不但有利于观察 燃气爆炸的全过程 而且一旦发生爆炸 飞出的碎片 威力又会大大减小 这个密闭容器 冲入燃气 就像一颗炸弹 一旦出现火花 就会发生爆炸 但是如果没有爆炸 容器里面充满了燃气 又该怎么把它安全地放掉呢 好了吗小妞 好 完事了 这是风筝啊 对啊 这怎么还拉个绳 什么意思 我啊 给这个箱子设计了一个 蟹压缠 你看着啊 比如咱们的远处 50米开外 这里面实验不成功 咱们需要第一时间 把这个气给放掉 只要轻轻拉这个绳子 哦 开盖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实验不成功 咱们得想办法 把里面的燃气放出来 对 开个天窗 开个天窗 但是我们还希望 实验成功的 对 那就去实验成立了 试试 走 就这儿吧 就这儿 好 你看你就是 这个位置怎么放 知道吧 底头朝前 你的手要从那边拉 所以就在手要 这边得往那边 然后管 手电我得放进去吧 对 手电我打开了 马孝叔将手电筒打开 放进容器 模拟在燃气泄露之后 亮着的灯泡 能否引爆燃气 那现在我们这样做 还是我觉得不太安全 我们还得要把那个防暴板 搁在前面吧 对 让我们工作人员把板子抬来了 工作人员把我们抬一下 咱把防暴板搁到中间 为了防止发生爆炸之后 碎片飞向验证者和工作人员 大家还在实验场地和安全区域中间 数据雷道 防暴板 为了记录分析燃气爆炸这一瞬间 究竟是哪里出现的火花 我们还特意准备了高速摄像机 记录爆炸的整个过程 好了 这次是我们的第一次试验 所以也算是我们的一个预试验吧 因为还真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对 那咱们现在开始充气吧 充气 充气 充气开始 咱们从二那开始的 对 燃气泄漏达到一定浓度 一个火星就足以将燃气引爆 而此刻燃气表已经转过了一圈转 里面的浓度已经达到了爆炸的范围 此刻一旦出现火花就会爆炸 手电筒是开着的 开着的 那咱们就再多放点 两圈了 好 好 我有一点害怕 没事 我觉得这个时间 两圈半了 15升了现在 那咱们先关掉 那现在就够了 但是 但是现在没有响 没有响啊 因为 因为是这样 因为那个 咱们这个电器呢 它如果不是开关的话 它不会产生 这个 电砸火 陈工 您其实早都已经知道 它可能不会响 是吗 对 也就是说 当 当这个环境里面 没有电火花产生的时候 它是不会发生爆炸的 即便达到了爆炸 而 现在 它这个手电筒是处于 持续通电的状态 只要没有开或关 就没有电火花 那我觉得 我那个门铃 就这样 下一步是这样 可以试一试 换门铃 走 咱们先把它关了 我得卸压 卸压 卸压 开 哎呀妈呀 这转下来了 这点咱换一下门铃吧 对 你先把它扶起来 验证者要进行的第二个实验 是将容器里的手电 换成遥控门铃 当燃气浓度 达到爆炸范围后 按动门铃 进行实验 给我拽过来点绳子 给我拽过来点绳子 门铃 门铃 门铃在那 地下 然后我拿着吧 现在我们要确定它现在不能 可以使用 就粘得住吗 放进去吧 可以 来 走吧 谁让二台课 遥控器近距离可以启动门铃 那么五十米白还能够启动门铃吗 三二一 你听声音吗 没有声音啊 有声音吗 你在试试 有有有 按动开关时 门铃可以接通电源 一切中的主机实验开始 成功了咱们开启 好 开启 实验马上开始 遥控器在你那吧 好 已经开始了 咱们要放多少 还是 两圈 两圈 行了吧 两圈 有多一点点 我试一下 咱们试一下 试一下 大家准备好了 我倒数三秒 你按 准备好了 我按 燃气爆炸 必须得有火花引爆 门铃在接通电源的瞬间 会产生火花吗 三 二 一 你还一直按着 响了吗 响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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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不够 气不够 那我们是继续放气呢 还是 继续放气 是因为管子太长吗 咱们的管子太长 所以它有一部分气 可能咱们放了两圈 十圣气 但有可能有两圈 都在管子里 对 那现在它随时 有可能爆炸 对吧 有可能 它现在没响 对吧 完了 我现在都有点换听了 好 再试一下 倒数三秒 三 二 一 宁元又按了几次门铃 燃气还是没有爆炸 等会儿再放点 好 再放上一次 就一直放着吧 炸吧 它找不了 空气它能找 来了 三 二 一 就在大家 有些失望的时候 意外突然发生 从高速摄影 记录下来的画面 可以看出 容器先是膨胀 随后 气浪冲破了容器上面的盖子 一团火焰窜了出来 燃烧的热浪冲出一米多高 容器上面的蟹牙盖 也被烧遍了形 不过 这次爆炸的威力 似乎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大 刚才你们能听到那股 那个叫什么 那气浪那种声音吗 把它给崩开那种感觉 它这叫爆燃 我们家 这叫爆燃吗 对 就是说迅速的 瞬间的一团火 对 你看这炸码完全变形了 整个都化了 小心点 真的都化了 这还有一点温温的 有点热 为什么咱们摁的时候 它是 刚开始摁的时候 它没有爆 但是后来 就是你持续摁的时候 它突然 在我们已经都觉得 不可能爆的时候 它爆了 为什么会这样的 在我们想象中 应该是你摁的那一刹那 它产生了电火花 它居然顽强了火 好真强 应该是这一刹那会产生电火花 应该在这一刹那爆炸 为什么后来才爆呢 应该是 可能稍微有点滞后 可能 但我觉得还是那个电火花造成的 还是电火花造成的 就是说 它电上在响的时候 它是持续产生电火花吗 对 也许这个电火花 它因为质量参差不齐 它可能断断出去 可能这次产生了 这次没产生了 对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做一个更真实的实验 因为毕竟这还是迷你的 大家可能看不到 它真正的威力 能做个一比一的吧 一比一的 那报复力很大 对 先要去还原一下 这个厨房的环境 走 验证者用手电代替厨房里 亮着的灯泡 因为灯泡在通电使用的过程中 电流处于一个持续稳定的 闭合回路中 不会出现电火花 因此不会引爆燃气 但是当验证者将手电换成了门铃 在接通电源的瞬间 就有可能出现通话 将燃气引爆 冰箱是一直通电使用的电器 但是它的制冷系统在工作时 时段失去 它会不会引爆燃气呢 燃气泄漏之后 冰箱制冷系统在启动停止的瞬间 真的会产生火花 引爆厨房吗 原来如此 正在播出 燃气泄漏之后 爆炸一触即发 燃气爆炸的威力很大 破坏性强 防倒无塌 人员伤亡的事故 屡见不鲜 验证者用手电代替厨房里亮着的灯泡 不会引爆燃气 但是当验证者将手电换成了门铃 在接通电源的瞬间 将斩起引爆 也许这个电火花 它因为质量参差不齐 它可能断了出去 可能这次产生了 这次没产生了 对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个更真实的实验 因为毕竟这还是迷你的 大家可能看不到它真正的威力 咱做了一比一的吧 燃气爆炸事故 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 一旦燃气的浓度达到一定程度 遇到火花就会爆炸 那么冰箱在燃气泄漏之后 究竟会不会引爆燃气呢 验证者将继续实验 为了实验冰箱制冷系统 启动停止的瞬间 会不会产生火花引爆燃气 验证者要进行的第三个实验 是在爆炸实验场地 搭建一个模拟厨房 将冰箱和燃气灶放在里面 实验一旦燃气泄漏 冰箱会不会引爆燃气 我还没介绍这是什么东西的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说的厨房 这叫什么厨房呀 因为真正的厨房 咱们家里都是钢筋混凝土的 或者砖墙器的 这种太硬 然后如果真正发生了爆炸 那么对人的这个 危害性不较大 对危害性没法控制 所以我就专门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棚子 它的这个包起来以后 打开撑开以后 它那个体积实际上跟厨房级差不多 这个遮阳棚三米长三米宽 2.5米高 面积和高度都与厨房差不多 为了避免爆炸时飞出的碎片 对人员和周围环境的伤害 工作人员用透明的塑料膜 代替着坚硬的墙壁 将四周封闭起来 两个多小时后 遮阳棚变成了厨房 燃气爆炸时 突击波瞬间可以将人击倒 热量迅速可以将方圆几十米内的可燃物点燃 尤其是爆炸时产生的碎片 形状、大小、方向都无法预知 为了避免爆炸时飞出的碎片 厨房里仅有冰箱、燃气灶和一把水壶 为了避免其他电器工作时 产生火花影响到实验的结果 冰箱的电源由厨房外面的插线板提供 明远还将特种摄像机安装在了厨房里 用来记录爆炸的瞬间 好了 我们温馨的小厨房已经装修好了 温馨你这个廉价的小冰箱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说一下 被你拆成这样 对 前面面板已经被我拆掉了 然后你们看现在这个冰箱已经开始通电了 一会儿我把这个灯泡这个触点给它合上 这样就是关门的状态 就看咱们冰箱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 会不会有咱们的厨房给引爆 其实就是让它有一个这个开 开始运作的这个过程 对 看它会不会能够引爆这个燃气 对 所以咱们现在等于模拟的一个场景 嗯 我在家里正在烧水 对 人走了 嗯 可能突然这个水烧起来之后 这个水漫出来 嗯 把火都浇灭了 这个时候燃气就泄漏了 嗯 那么到底冰箱启动那一瞬间 厨房会不会爆炸呢 咱们试一试 试一试吧 打火 准备就绪 准备就绪 成功打开燃气灶 实验开始 验证者和现场的工作人员 全都撤离到50米外的安全区域 此时消防员显得格外紧张 一旦出现险情 他们将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应对突发的意外 水什么时候烧开 燃气泄漏后 冰箱真的会引爆厨房吗 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大家只能耐心的等待 十多分钟后 水烧开了 开水将火浇灭 燃气开始揭露 现在应该差不多 水已经把火扑灭了吧 已经扑灭了 已经扑灭了 这如果一旦 咱们就实验 算是成功了吧 就是冰箱把它引燃了 会您预测一下后果成功 后果啊 应该是后果相当严重 相当严重 好在我这房子是软墙 对 如果是硬墙 你想一下 我现在不敢想 一会咱看吧 以我这两天对成功了解 他是一个特别谨慎的人 但他能说出相当严重 这四个字 那我估计应该 咱们先撞了多少圈里已经 刚才我还数到一二十圈以后 就忘了 咱们得要起来两百 它这个数字上 刚才我看了一下 它那个指针和下面那个表的那个数字 嗯 大概其应该到两百圈 两百圈 现在才五十多圈 嗯 那我们就先等一等 嗯 然后顺便也观察一下 看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嗯 这个遮阳棚三米长 三米欢 二零五米高 面积九平米 大约可以容纳二十多立方米的气体 二十分钟后 燃气表转过了一百圈 燃气表每转一圈就表示 有五升的气体经过 一百圈就意味着 已经有五百升燃气 注入了这个二十多立方米的空间 浓度已经达到了爆炸范围 这时如果冰箱的制冷气筒 启动或停止 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三十分钟后 燃气表已经转过了一百五十圈 冰箱在正常运转 但是 此时的风却有些大 将厨房底部的塑料膜吹得来回晃动 燃气会不会从这里漏出去 里面燃气的浓度 是不是还不足以引爆呢 冰箱制冷系统启动或停止的时候 真的会出现电火花吗 一旦发生爆炸 威力究竟有多大 爆炸产生的碎片 会飞多远呢 现场每个人都捏了一旁汗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四十多分钟后 依然没有爆炸 不过此时的风却起来有些大了 房子扛得住 这会儿风有点大 有点晃啊 快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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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飞 那天能过去吗 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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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行行 不通了 完了 完了 咱们本儿都实了 风太大了 大不住 快 好大了 Whoa 溉 风太大了 不行这个实验 我估计咱们今天也做不了了 咱这样吧 咱等明天去风小了 这也不行 不然这个房子就像风云一样 对啊 那就撤吧 把这个房子给躺下 弄躺下 收起来吧 收起来吧 不行了 今天风实在太大了 如果这样坐下去 就算是实验成功了 的话那个后果 估计远远的超出我们的预想 所以安全起见 我们决定明天再做 你看这玩意都死了 严正者和工作人员 辛辛苦苦搭建的厨房 被一阵大风吹得面目全非 遮阳棚的两条腿已经整断 四周密闭的塑料活 也是千疮百孔 实验被迫终止 看这 整个都已经扯破了 咱们房间开千疮了 休吧 没人再说 厨房被风掀翻 实验能否继续 验证者将如何克服困难 继续实验 原来如此 正在播出 燃气泄漏之后 爆炸 一触即发 冰箱在燃气泄漏之后 究竟会不会引爆燃气呢 验证者将继续实验 为了实验冰箱能否引爆燃气 验证者在爆炸现场 将遮阳棚 改造成为一个厨房 然而 在实验进行中 一阵大风将厨房连根拔起 折断的钢管 刺破的帆布 实验还能继续进行吗 停停停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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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都湿了 风太大了 大步 大步 快 快 好大的风了 完了 完了 风太大了 不行 这个实验 我估计咱们今天也做不了了 咱这样吧 咱等明天去风小了 对 不行 不然这个房子就像风热一样 对啊 那就测吧 把这个房子给躺下 弄躺下 收起来吧 收起来吧 不行了 不行了 今天风实在太大了 如果这样坐下去 就算实验成功的话 那个后果 估计 远远地超出我们的预想 所以安全期间 我们决定明天再做 第二天一大早 宁员和马教书 就来到了实验现场 风虽然比前一天小了一些 但还是显得有些大 验证者和工作人员 在修复厨房的同时 期盼着一会儿在实验时 风能够停下来 OK 为了避免风再次将棚子掀翻 马教书和宁员 还用钢钉将棚子的四角 牢牢地顶在地上 大鱼三个小时后 大家齐齐齐力 厨房重新搭好 咱们第一次做那个盒子的时候 不是装了一个泄压面吗 你想如果那个的爆炸力 都那么强的话 那这个如果到时候 咱们之前没有爆 然后那这个里面全是 全是燃气 那太危险了 所以呢 我在这做了一个 插了一个螺丝刀 然后这样可以相当于是一个定滑轮 你看 自动门链 对 我一拉 把门链弄门链 然后重新放手 这样这个就拉开了 没错 虽然有点寒碜 但是能起较作用 就是一个半自动门呗 对 我是 你看我带来什么了 小人 小明和小虎 我想本来咱们这个实验嘛 应该戳俩人在这儿是更真实一些 是吧 是 但是你们俩谁 比较合适 要不咱们三个解脑舌布 那还是按这个吧 受不了 这回啊 我们是把整个的这个棚都加固了一下 对啊 地上也打上了这边 然后一会儿呢 我们拿这个绳子 把它丝面围一下 以防万一如果它一旦爆炸了 乱飘的话 咱们控制不了它 对 好吧 然后这样 我来负责 弄团 把丝面围住 中午12点 风寒没有停 这样的天气如果进行实验 厨房很可能被风再次陷翻 即使没有被风吹倒 万一发生爆炸 产生的火星也会被吹得很远 一旦落到草地上 或者是山上 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 只有等风响了 才能继续实验 下午1点多钟 风渐渐变小 为了避免风将厨房里的燃气 从塑料膜与地面之间的缝气吹走 工作人员还用密封胶 将它们粘在一起 在上面压上重物 宁愿开启了房间里面的特种摄像机 为了防止爆炸时飞出的火星 引燃草皮 消防队员再次将草皮吞湿 半个多小时后 一切准备有序 实验开始 咱们撤吧 咱们撤 我估计现在只是时间问题了 对啊 咱们大概等了多长时间 大约得40分钟左右吧 40分钟啊 以这个房子的大小确实可能得40分钟 再让咱们这个密闭性可能不是那么的好 不像房间那么好 那我们就等个半个小时 40分钟 好 大约十几分钟后 水烧开了 开水将火浇灭 不过此时 风却似乎有些大 四周的塑料膜随着风来回摆动 二十分钟后 风还带推 此时燃气表已经转过了一百天 里面的浓度达到了爆炸范围了吗 冰箱此刻是不是没有启动 一旦启动 燃气真的会爆炸吗 三十分钟后 燃气表转过了一百五十圈 燃气源源不断地涌入厨房 而此刻 验证者的心情 似乎也随着风来回地摇摆 厨房会不会再次被风吹倒 塑料膜与地面之间 虽然用密封胶粘过 上面也压了重物 但是风还是很大 里面的燃气浓度 是否已经达到了爆炸范围 此时 如果冰箱的制冷系统启动 或者停止 会引爆厨房吗 有点反应 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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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吧 关关关 过啊 那边草地 先把草面了 给谁 谢谢 我们的厨房 人 气球了 你看地上 想听信号咱们选的是 你说的这种材质 对 你想一想如果这真的是水泥墙 它的爆炸的力得有多大 咱们站的那个位置肯定就危险了 这个味道 而且它整个把房顶都掀起来了 没错 整个刚开始 突然间整个房顶都鼓起来 我以为是风 你知道吗 如果突然一阵 先是见气 那种冲击波 然后是见到了火 这就是您说的爆燃 先爆 爆炸 然后再燃烧 破坏力很强 破坏力非常强 而且关键是咱们放的 放这个燃气的时间 从它火灭掉 到它燃烧 也就四十分钟 四十到四十五分钟 就出去买一趟菜的时间 没错 从高速摄像机记录下来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出 厨房先是迅速膨胀 像个冲起的皮球 当承受不住燃气爆燃的温度和压力时 厨房的顶部被气浪冲破 同时四周的塑料膜和顶棚的帆布 被火点燃并快速燃烧 但由于距离太远 并没有记录到 是什么原因引爆的燃气 正面的高速摄像机记录的画面显示 厨房的底部先开始燃烧 随后才发生了爆炸 但冰枪究竟是哪里产生的火花 引爆了燃气 也没有记录到 里面的高速摄影机 记录的画面显示 爆炸一瞬间 挨着冰箱的冲击玩偶 像是被什么东西推了一下 随后一条火蛇 从重度较高的燃气灶附近 窜向冰箱 从回放的慢镜头中可以看出 这个神秘的力量自下而上 冲击玩偶的头部 像是被什么推了一下 随后瘫软在地上 但这究竟是冰箱的哪个部位 手间引爆的燃气 也没有记录到 而另一个角度的高速摄影机 也显示爆炸的瞬间 挨着冰箱的初级玩偶 首先会一股神秘的力量击倒 随后引燃了燃气道方向的 浓度比较高的气体 不过从回放的慢镜头上可以看出 这股神秘的力量来自于冰箱的后面 自下而上 先生将冲击玩偶的耳朵掀起来 最后玩偶的头部摇晃了两下 随着温度的瞬间升高 冲击玩偶寒软在地 那么在燃气泄露之后 究竟是冰箱哪里引爆了燃气呢 验证者将继续寻找原因 车轮下的危险 儿童能否有效避免 汽车撞击瞬间 儿童乘车安全到底该如何保障 原来如此 消除致命车祸 敬请关注 冰箱是居家生活离不开的电机 但是当开水浇灭了燃气泡 泄露的燃气达到一定的浓度 冰箱就成了引爆厨房的脑火索 为了寻找冰箱引爆燃气的原因 验证者宁源将继续探究 好 刚才这个模拟厨房的环境里面 只有冰箱一个电器 那么接下来我就看一下 到底冰箱里面什么地方能够产生火花 宁源再次来到 二手市场 继续寻找原因 老板 我又回来了 我想问一下 咱们这个冰箱里面 什么地方容易产生火花 冰箱里产生火花 要做机 可能也就是计电器 容易产生火花 它在工作的时候 这便是 冰箱的制冷是靠压缩机来实现的 当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时 压缩机就会启动制冷 它是个密封的容器 为制冷器不断循环搬运这样提供动力 而控制压缩机工作的 其实是它旁边的这个黑色小盒 当冰箱里面的温度高于设定温度 它就会接通电源 启动压缩机 达到设定温度后 就会切断电源 压缩机停止工作 咱们有什么方法能试一下 看看这个火花到底是 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我还没有见过它真正产生火花的样子 这就这一块 我还以为是这个东西很危险 你看还有什么远离火源什么这一类的 这个黑色小盒 接通切断电源的瞬间 究竟会不会出现火花呢 它们接通了冰箱的电源 在冰箱的瞬间 里面并没有出现火花 十几分钟后 压缩机停止制冷 也没有出现火花 又过了几分钟 冰箱再次启动 这时一个微弱的火星 从打开的盒子里面冒了出来 这个火星虽然不大 但是燃气泄露之后 周围的浓度达到了爆炸范围 一旦冰箱启动 就有可能引爆燃气 除了冰箱 还有很多电器 在燃气泄露之后 都存在着隐患 不过 只要我们平时注意检查 避免燃气泄露 就能够防患于未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